在2018年美国原石滩车展期间 另一款令人瞩目的新车 2019年福特GT Heritage也正式亮相 这款配色出众的新车 是为了纪念50年前GT40赛车 连续4次击败欧洲竞争对手 获得勒芒总冠军 新车外观采用极为经典的Golf涂装 橙色与浅蓝色搭配 直接联想到当年的GT40 相当具有纪念意义 全新的黑色高光20英寸 锻造铝制轮圈 配上橙色刹车卡钳 提升整车的运动感 车尾采用GT车型经典的 中置双出排气造型 A柱上裸露出的碳纤维材质 代表这台车的绅士不凡 充分彰显轻量化的设计 内饰设计也跟进潮流 大量采用Alcantara搭配碳纤维材质 而与车身一体的浅蓝色和橙色 双凤线进行点缀更加突出 纪念版的独特魅力 新车搭载一台3.5L V6 双涡轮增压引擎 配备7速双离合变速箱 最大输出功率为656匹马力 另外 盖车发动机舱盖和车门上 用碳纤维材质 标志出了当年赛车上的9号数字 预计2020年车款 会用数字6来纪念该车